AudioJungle 成为某种地缘政治安排的谈怕筹码 美国国会将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依据《台湾关系法》维护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获 查优后共和党籍的约获是在华府智库2049研究所 在国会举行的一场台海座谈会上 发表演说时表达前述看法的约获表示 维护美台关系强健是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重要工作之一 他指出中国对周边邻国的行为近年来更具有侵略性 胁迫性和恫吓性 今年初中国大陆在台海中线启用M503北上航线 显然是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他呼吁我们需要法治和秩序 美国和国际社会不能对中国的行为坐视不顾 否则未来将更难改变中国的行为 对台湾的危害将更大 约获同时表示 美国必须维护台湾的国际空间 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如国际民航组织 并支持以观察员身份 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 对于美国高层把台仪式 约获说 他期望今年夏天美国在台协会 AIT位于台北的新建筑落成启用时 川普能派高级阁员前往 目前AIT台北新建筑落成启用时间定于6月上旬 此外 美国泰平阳司令部司令哈利斯Harris14日也表示 他的义务是根据台湾关系法防御台湾 以及协助台湾在21世纪增进正当的防御需求 美国联邦众院军事委员会14日 就美国在印度到亚洲到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态势和安全挑战举行听证会 哈利斯在回答共和党众议员盖茨 询问他担心美国是否对台湾做得足够时 做了以上抄表述 哈利斯说 我对我们目前的情况感到满意 但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立场 哈利斯指出 他对台湾的义务与区域内其他国家不同 我的义务是受到法律规范的 两岸越来越大的实力差异 将主导台海关系的演变 他表示 他根据台湾关系法思考防御台湾 以及台湾防卫需求 在台湾关系法下 他严正面对自己的责任和工作 他的工作是协助台湾在21世纪增进正当的防御需求 盖茨继而表示 他发现美中间的公报 削弱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美国需要清楚地表示 与台湾并肩 拥抱民主自由 哈利斯回应说 我完全同意 在此之前 有其他众议员在未具名台湾的前提下表示 意态区域内与美国无外交关系者 也可成为美国盟友 哈利斯说 是的 尽管中美1972年开始实现关系正常化后 两国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难定义 也最难以割裂的关系 在美国政府 学者层面 存在大量对华 务实人士 但国会层面向来是亲台政治力量的聚集地 中美三个联合公告报 1972年上海联合公报 1979年建交公报 1982年817公报在涉台问题上 是不同时期在独特历史背景下两国的妥协 在台湾问题愈发成为中美关系三大障碍之一的当今 冷战期间基于实力落差和战略需要达成的对台问题政策留白 越来越不合时宜 是到了清晰定义 定量名立场的时候了 另外 美国对台政策有一干一支 两大依据 主干为1979年中美建交后 美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 旁之为美国对台非正式六项保证 这六项保证为 为同意设定停止军售台湾的日期 为同意就军售台湾一事先与中国大陆进行协商 不会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担任斡旋的角色 不会修订台湾关系法 为改变美国对于台湾主权的立场 不会迫使台湾与中国大陆进行谈判 因此 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立场 基本不会偏离以上三个公报 和一反六保证的范畴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获 查优手 关于美国国会永远不会允许台湾成为某种地缘政治安排的谈判筹码 正是六项政治保证的一步